第六百八十一节 好好的少年郎总盯着青楼看什么呀 实在想上去就上去呗 在底下发狠算哪门的事情啊 云野坐在李义甫的面前 没好气的问 李义甫愣了一下对云野说 先生弟子在这里吃了一个哑巴亏 很窝心呢 这一次在书院里汉山 就是拜他所赐 您说弟子要是不经常过来温习一下 自己吃过的亏 是不是太没有心了 害你倒霉的是你自己 罚你的是山长 怎么把气头撒在青楼上面了 青楼里面哪里有什么情意啊 你第一天上去就应该有所觉悟才对 你拿钱去买欢 人家让你买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生什么气呀 先生说的在里 可是李义甫觉得不把别人欠我的拿回来 心头总是不舒服 被山长惩罚 那是天经地义的 他老人家是先生 我又的确有错 累汉山是活该 可是汉山累的 我不但流汗还流血 您总要让弟子有个出气筒不是 燕来楼就不错 我正琢磨着怎么能把这座楼弄塌 云叶回头看看燕来楼 点点头说 确实辉煌大气的让人生艳 小子 弄塌这座楼可以 别弄出人命 给你一根干着 节节渴 啊 嘴角都是白沫的 看得恶心 趁着李义甫慌忙擦嘴的功夫 云叶费着手 欢快的和旺财一起直奔御膳 旺财最近喜欢上了去书院 自从上回被熊猫碰殴了一顿之后啊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愿意去书院 他现在之所以喜欢去书院 原因就是 熊猫全部被赶到竹林里去了 书院还在竹林周围啊 弃了矮墙 防止熊猫自己跑出来 不能再放任熊猫到处跑了 图书馆的管理员不小心没有关紧门 结果呢 十几只熊猫跑进了图书馆 两架子珍贵的点击 就被这些熊猫撕扯的粉碎 暴跳如雷的袁章先生 立刻就下令将熊猫关进竹林 在那里啊 给他们盖了窝 旺财每天都要去看看那些被关起来的啊 提着嗷嗷叫的熊猫 知道他在幸灾乐祸 云烟忙着和玉山先生商讨新家的麻烦事 没工夫去管他 你岳父一辈子不得已 林了也只是一个八品的丛利 蜀中的家产虽然丰厚 但是到底少了几分底蕴 家里的几个子弟也不争气 你以前从家里弄来的那两个子弟 没有一个能在玉山书院学到毕业的 就这还在埋怨我们不帮他 你七兄年纪比你大五岁 别的成就没有 小妾倒是娶了十几个 剩下的两个小男娃也是活生生的顽固啊 现在又闯下桃田的大祸 心家完蛋了 这一辈子有你和新月照看 倒是能落个富贵下场 可是以后呢 老夫把一辈子交代在了教书育人上 谁知道自己家里尽出不孝之子啊 老人的一番话说的凄惨 摇着一颗白头痛不欲生 老丈人以前瞒着老人家总是报喜不报忧 现在瞒不住了 云叶的小舅子现在正在压往京师的途中 为什么被抓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抓人的不是地方官吏 而是巡查到鼠中的御使亲自动了手 爷爷放心 他们能犯多大的过错 闻不成五不救的 胆子又小 杀人放火没他们的份 至于图谋造反 他们还不够格 最多是一个欺压良善的罪名 这个罪名我当年也背过 算不得大事 我怎么觉得两位弟弟是受了我的牵连呢 能被御使带回京的 无一不是通天大案 至于吗 杀了人都没有压解京师的习惯呢 玉山先生摇着头说 你不要替他们说话了 苍蝇不经无缝的叹 如果他们的行为能经得住问责 谁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御使就要入京了 你做好准备吧 能救他们一命就救 救不了他们 也不要埋怨 千万不要硬来呀 丈母娘就住在家里 小门小库的妇人 不敢进云府的大门 要不是新月一生撕心裂肺的娘 喊住了她的脚步 她都想转身逃跑 一见到云叶就哭嚎着 求姑爷救救自己的两个儿子 老丈人一路排着两个儿子的监车 从遥远的蜀中走到关中 妇人家说不清楚 云叶问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她居然一问三不知 最后就说了一句和吐蕃人有关 再问别的就不知道了 老爷子那里已经通了气 云叶现在已经知道 和吐蕃人有关的事情 也就把心放下来了 只要是和吐蕃人有关的事情 云叶从来都没有认为是什么大事 既然人已经到了关中 那就没有必要烦恼了 明天到坝桥 堵住问一下就知道了 哪个蠢货御使居然敢这么干呢 就算是两个小舅子 把吐蕃的松赞干部给干掉了 又能有多大的事情啊 大唐从来就没有因为外族的人命 拿自家的人抵命的习惯 只要回来了就屁事没有 怎么还被御使揪住不放呢 御使的大头子 魏征前两天啊 还和自己坐在西市的凉粉摊子上 吃凉粉来着 丈母娘很狼狈 和姑爷说话总想站起来 被星月牢牢的按在椅子上 接受了云叶的拜见 老奶奶特意从佛堂里出来 和亲家说了一会儿家常 娘您放心 既然小然和小虎都已经入关了 那就绝对不会有事 狗屁大点御使竟敢如此的造次 这一次如果不让他们知道一点厉害 还当我们云家是你捏的呢 这些年 爷爷总是不愿意让家里来关中 只让你们在鼠中做点小买卖 真是亏大了 现在好了 低调低的 让人家欺负上满赖了 南南呢 你从小性子就烈 你哥哥和弟弟都是面团性子 被人家欺负了 也不敢声张 咱家姑爷是侯爷 鼠中的官员都会给咱家几分面子 这一回真的不晓得犯了哪一条王法 御使也不说明 就说事发了 然后锁上你弟弟就回了关中 娘不要紧 就算我家老爷不好出面 明天我穿上告命服饰 那个狗屁的御使也要大理参拜 随便抓人 这个世上还有王法了 听到闺女吹嘘的厉害 丈母娘也就安心了 面条一连吃了两碗 一路的操劳 真是把她给折磨坏了 新月陪着丈母娘去休息 老奶奶小声的对云叶说 乖孙儿啊 亲家的忙 这一次一定要帮 这么些年 亲家 从来就没有求过咱家办点事情 这一次看样子实在是没法子 才求到咱家 你多想想办法吧 奶奶 您放心 这是自然的 老丈人他们到了关中 才想起向咱家求援 这就是说啊 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都是硬起人 不到绝路不求人 奶奶 孙儿对老丈人很好奇啊 月儿嫁到咱家十二年了 我居然没有去拜见过 这是失礼啊 老管家拿着云叶的拜帖 去了刑部侍郎老崔家 结果云叶心里的话 把老崔问傻了 他一无所知 回信说 听都没听说过 云叶不放心 又去了孙四秒那里 揪着刚刚能够翻身的黎大尹 又质问了一番 说不定啊 是受了他的指派 黎大爷嚎叫的说呀 这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还要云叶赶紧滚 他见云叶一次 伤势就加重一次 还要云叶没事 不要再让他看见 要是他忍不住 把云叶一刀给截裹掉 这对谁都不好 这就放心了 天刚亮 云叶就带着全副武装的 家将出发了 到了坝桥 老钱已经在那里 搭好了一个棚子 云叶一身容装 坐在棚子里 等着御史一行人的出现 日上三竿 御史没来 陆东赞倒是来了 也站在坝桥边上 像是在等人 还有一个长孙家的管事陪着 管事见到云叶 脸色变了一下 刚要走 就被陆东赞按着肩膀 动弹不得 额头上的汗水 如同小溪一般的往下躺啊 云叶笑了 小声的吩咐一声 一个家将骑着快马 就直奔岭南水师大营 今天出来的急 八牛弩忘了带过来 有陆东赞这样的高手在场 没有八牛弩 阵不住场子 云家的人呢 一向讲究将敌人消灭在自己 进攻的路上 所以三十几位家将都配备了强弩 皇帝三令五身的命令 私人不得拥有超过三弹功力的 这个强弩 云见没有 一弹力都没有 家装了偏心轮的强弩 用不了那么大的力气上弦 没想到 能在这里遇见云侯 多日不见 云侯一向可好啊 陆东赞笑淫淫的 向云叶打招呼 这家伙在长安住的时间长了 居然变白了 一口别扭的大唐话 也变成了动听的官话 陆东赞 好本事 你是怎么窜到长村家 向我发难的 我很想去问问那个 一直和我称兄道弟的长村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叶说话呢 不留半点情面 那个长村家的管事 汗流的就更多了 不知道陆东赞对他干了什么 说不了话 也动弹不得 只能用哀求的眼光 看着云叶 陆东赞笑着说 啊 这是哪里的画呀 云侯绝高未尊 陆东赞只是荒野上的野人 敌对这种画 从何说起呀 老夫今日等待的只是两个 胆敢谋害我吐蕃百姓的恶贼 想要亲自将他们送到陛下面前 分说个清楚明白 云叶大笑了起来 不再说话 回到棚子里继续喝茶 如果自己的小舅子真的敢谋害吐蕃人 啊 在大唐就该受到奖赏 怎么可能会被治罪呢 就知道自己的小舅子是受了自己的连累 果然没错呀 百姬斯以前把铅粉混进石盐里 再把盐卖给吐蕃人 也没见皇帝发怒 要不是后来又想把无忧草弄进吐蕃 他们绝对会受到皇帝的奖赏 蜀中的百姓对吐蕃人恨之入骨 干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云叶现在一点都不知道 自己家的小舅子对吐蕃人干了些什么 等一会儿监车到了 把人直接带走 那个御史狠狠的教训一顿 然后呢 就可以去长孙家兴师问罪了 不用说 那个御史一定是长孙家的门生 就是不知道那个御史知不知道抓的是自己的小舅子 等了很久 监车还是没来 倒是岭南水军的一个对政 领着98名军士过来了 加上他正好是99人 超过100人才需要去兵部备案 现在不到百人 自然安然无事 三具八牛弩被架在马车上 一过来就形成了一个半园 将陆东赞还有一杆吐蕃人困在中央 随着令人牙酸的吱吱嘎嘎的上弦声 粗大的攻城枪已经被放在凹槽里 只要云野一声令下 就会对着陆东赞赞射 云野 你要干什么 陆东赞实在是没有想到 云野竟然立刻就翻脸了 一点情面都不给长孙家留 军贵们不是最讲究的是什么 妥协和让步吗 云野根本就不相信 长孙无忌会联合一个不知所谓的吐蕃 来对付自己 熏贵人家里 老成老牛老秦老御池这些人除外 长孙无忌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了 云家在所有熏贵群中 是最先铺设好家族百年事宜的人家 这样的家族只可为有 断断不可为敌 以长孙无忌的老辣 无论如何也不会犯这样的过错 长孙冲更加不会了 云野对这两个人的友谊 从不怀疑 所以云野就把目光盯到了那个汉流浃背的管事身上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位管事受到了陆东赞的蒙蔽 私下里做了这件事情 那个倒霉的御史 要是知道新家兄弟乃是云野的小舅子 那才是怪事呢 就算是老丈人自曝家门 他们也不会相信 一个乡下的土财主 怎么可能有机会把闺女嫁给一位传国侯呢 并且还是正妻 这太可笑了 说小妾还有可能 一个小妾的身份还不足以让长孙家顾忌 一队人马从坝桥上走了过来 为首的旗子上就写着奉旨出京 都说御史出巡 不能山摇地洞 百官惊慌 就算是失败 看这架势啊 确实有几分地洞山摇的架势 云野摇晃着马鞭站在桥头 轻轻的抽打坝桥上的石狮子 鞭子刚刚泡了水 需要把水分抖掉才好使 御史队伍里回避的招牌还没有打出来 云野就笑着说 打劫 为首的旗牌官不为所动 他已经看到坝桥对面的情形 八牛弩都寄出来了 这哪里是什么马贼啊 长安附近出现马贼 这不是笑话吗 更何况 府兵什么时候也开始打劫了 面前的这个留着短须的白面男子 哪里像马贼的 光是头上的金冠就足够马贼 打劫一辈子的 更不要说腰间的玉佩了 这位公子 这是巡查御史归京 不是开玩笑的所在 请公子让开 如有得罪之处 待我禀明上官之后 再做驱除 你很机灵啊 怎么竟干傻事啊 那个鸟御史叫什么 以为抱住长孙冲的大腿 我就不敢动他 是不是 知不知道 我揍长孙冲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让他滚过来吧 如果不能给我满意的交代 我会刨了他家的祖坟 棋牌官也是京城里的老人了 忽然看见云叶腰间的卷云玉佩 再印证一下云叶刚刚说过的话 立刻就把云叶的身份猜个八九不离十 他很想现在就打马 落荒而逃 那个土财主说的 他妈的都是真的呀 他们果然是蓝田侯的亲戚 还是关系很近的那种 要不然云叶的顶门杠子 不会出现在坝桥啊 卑职求息 叩见侯爷 棋牌官从马上滚落下来 立刻就拜扶在地上 不过这个家伙还算是中心 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 还让后面马车里的御史听到 就当是为御史最后当一次属下 啊 尽最后的一份职责 喊什么 我老丈人这一路 一定把我的名号喊了无数遍了吧 你们还不是当成了耳旁风 现在本侯亲自过来了 不知道这个鸟御史 是不是还不放在眼里啊 云叶拿脚扒拉着 棋牌官的脑袋 看在他终于指手的份上 没有下鞭子抽 整支队伍僵在了坝桥上 这时候一个哭售的老汉 哭喊着就跑了过来 一个劲的喊 贤婿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啊 这就是老丈人和新月说的不太一样 听说是一个胖胖的老人 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云叶上前扶住老人 带他站定 大礼拜了下去说 小旭云叶 供应来迟 还请老大人不要见怪 您先在棚子里歇息片刻 小旭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咱们回家再续 老头子抹着眼泪 连连点头 老前走上前来 搀扶着老头子往棚子里走 边走边劝慰说 老大人走了远路 现在该歇息了 一点小事啊 我家侯爷很快就会处理完的 两位少爷 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夫人还在家里等候着老大人呢 云叶带老人走回棚子 瞅着御史坐的马车说道 下来吧 在外面你可以地动山摇的 进了长安 你不清楚你是个什么货色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死定了 就算是长孙无忌亲自保你 您也死定了 如果不想祸害家人 就出来把事情说清楚 和土拨人勾结 祸害本国子民 就这一条罪状 我就可以将你先斩后奏 马车帘子掀开了 一个个子很高的中年人下了马车 除了面色苍白一些 人还算镇定 躬身对云叶失礼道 陆中亭 见过侯爷 下官梦了 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如今大错已然铸成 两大之间 难为小 杀寡存留 随云侯的便 这一条网出 小人的谣下 你随着 别人 看你 看我 瓶子 有事